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年后 怪兽在进化中了解了机甲猎人的数点 机甲猎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人类开始建造巨大的钢铁长城 让怪兽能轻而易举地破坏掉长城 小罗也一直在建造长城 一天 机甲猎人的指挥官找到小罗 请他再次加入 小罗就加入了 机地还有中国制造的机甲 暴风赤红和其他三台机甲 这次的任务是由发现号背着核弹头 炸掉海底洞穴 其他三台机甲保护他 这次小罗和真子一组 两人记忆连接 曾经怪兽袭击东京 死伤无数 真子家人全死了 真子过于激动 差点轰炸了整个基地 指挥官驾驶第一代机甲救了真子 而科学家尹靖南 通过研究怪兽大脑的记忆 了解到怪兽因为地球污染 适合他们的生存 要统治地球 不久 两只怪兽从太平洋出现 决定袭击香港 而由于真子的失误 他俩被留在了基地 只来了三台机甲 暴风赤红被怪兽给虐了 零件被拆得到处都是 两万一台机甲也被打得无还手之力 冲锋号准备发射导弹 怪兽发射出雷射激光 整个城市没电了 机甲也因没电失去了战斗 只有冲锋号逃过一劫 另外两台机甲即战友牺牲了 危机时刻 小罗和真子驾驶吉普赛号赶来 因为是核动力不需要电 吉普赛号拥有主角光环 对着怪兽就是一顿猛攻 最后干掉了一只怪兽 场面也是十分的暴力 随后吉普赛号来到陆地 准备消灭另一只 怪兽抓住吉普赛号飞向天空 在危急时刻 吉普赛号抽出屠龙宝刀 干掉了怪兽 成功返回地面 随后吉普赛号和冲锋号 一起赶往海底洞穴 冲锋号引爆自身核弹 刺爆炸开了洞穴 吉普赛号也趁机深入洞穴 用自身核弹炸了海底洞穴 真子和小罗也利用救生舱 逃出海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听说点赞观众的朋友 都已经走上人身巅峰 迎娶这样的白风美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